原标题 此人是曹操篡汉最大的绊脚石 他若没死 曹操不敢称王曹操在称帝之前 其实有一段 他自己也不愿提起了过往 当年他还没有那么大名气的时候 是跟在袁绍屁股后面的 曹操迎归汉县帝时 汉县帝特发胜指示则袁绍的一心 袁绍却辩解曹操 也不过是我的首相 他能去迎归你都是我的功劳 袁绍一心想要称帝 早就看汉县帝不爽 可他的小弟曹操却不是这样 曹操当时只想拥护汉县帝 公正汉室 因此诸多一心向汉的臣子 便都去投奔曹操 这样看来 当时的曹操不过是汉县帝的代言人 他自己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甚至帮助曹操一步一步走上地位的 就是那位最忠心于汉县帝的臣子 荀裕 荀裕此人 是影川八龙的继承人 他最早位于袁绍手下 后转向曹操 就是因为当时曹操迎归汉县帝 荀裕认为 他是真心想要复兴汉朝 荀裕并不是曹操的属下 而是地位相等的合作伙伴 他在汉县帝与曹操之间担当了一个缓和的角色 荀裕经常帮两人传话 荀裕想要恢复汉时 只有借助曹操提供的平台才有机会 得了好处自然也得给出点什么 所以曹操的多位得力助手都是荀裕推荐给他的 影川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 荀裕作为影川的领头人 结识了许多有才之人 郭家 陈群 司马懿等人 都是由荀裕介绍给曹操的 没有荀裕 曹操后来的道路绝不会那么顺畅 后来曹操在上有汉县帝 下有诸位门阀势力的夹击侠 托感疲乏 他对于眼前这样尴尬 而无法打破的局面大感厌倦 思索之下起了异性 曹操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人脉和资源 和不自立为王 而是甘居人下 一招称帝 子孙万代共享荣耀 这对于身为官官之后的他 非常具有诱惑力 如此曹操决定不再拥汉 自立为为王 这样一来 群玉的处境就很尴尬了 群玉如果站在 曹操这边 与他忠于汉室的心相悖 但是 如果不站在曹操撤边 如今 全是滔天的曹操 想要除掉他不费吹灰之力 群玉当初选择曹操阵营 便是因为曹操决心恢复汉室 群玉才尽心辅佐 却不想曹操终归难敌人心的欲望 群玉最后还是选择了 站在汉宪帝身边 他就像为了汉室而生 一生为汉室处心积虑 在命运最后的转折上 也是坚持拥护汉室 曹操在想要称帝后 面对群玉时颇感心虚 当初对群玉许下的豪言壮语 如今成为了一场空 曹操也不能留这个知道 他所有转类的人在身边 便将他调离中枢发配寿春 寻遇这位一生奉献给汉室的人 就在寿春抑郁而亡 如此汉室的最后一块屏障 也就此消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